主席 我們請曾次長還有台中市 我們副局長是 曾次長齁 台中市的代表 台中市因為是我們邀請的 他們沒有備詢的義務 副局長好不好 他們沒有備詢的義務 我們只能請中央官員備詢 是嗎 你今天邀請了 邀請是請他來報告說明 比如說我們邀請這個林佳龍 這個市長他也可以不來嗎 這是邀請 所以我們就請備詢單位就是那個 我們 那台中市 有要上來嗎 願意那個嗎 如果 對不用備詢的話 不然在上面那邊做 因為我們沒有權力要求他們備詢 在那邊聽 如果願意說明的話也歡迎 大家多討論 可以說明了 來 市長 我們副局長說這個自治條例 結婚了4年突然宣告結婚無效 我看不是 我們來看這一頁 我們曾經在12345 曾經有5次要求台中市政府要檢討這個自治條例 以及他們依照這個自治條例所做的行政處分 我們都給他違法撤銷對不對 是 所以這樣算結婚4年突然無效嗎 那是比喻我也沒辦法評論 其實不是啦 好 他們又說是誤善 今天大家都在這裡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許可 許可證 2017年新發的許可證 如果是誤善的話會出現這種現象嗎 我們來注意一個時間點 有效期限是106年10月12號 我們來看喔 一百零 新的 好 我們來看新的 他的有效期限跟他的延展期限 延展時間 你會發現申請展延的時間 竟然比有效期間還要更早 怎麼可能一個許可證 如果他是誤善 這個許可證怎麼可能會出現說 我根本還沒有開始有效 結果人家就來申請延展了 不可能嗎 所以這個許可證的時間喔 這個許可證的時間 他展延時間是舊的 原來的展延時間 所以其實不是誤善啦 其實不是誤善 我想這件事情已經有公平 他是新突然改變一個新的許可證 他是另發一個新的許可證 所以會出現這個很尷尬難看的場面 就是怎麼會有一個許可證 他申請展延的期限 竟然會比有效期限時間更早 這個可能他們自己都沒有發現 其實他們的公文就透露了 這個不是誤善 而是他們更改啦 好 沒關係 我想副局長他認為說 我們既然已經結婚4年 然後突然跟我們變更 他很在乎的是空污 那這個空污 我們一定要讓全國人民知道 空污是改善 我們減煤近600萬噸 我們中火的空污的排放 減了54% 市長我是高雄人 中火減煤意味著林口新達大林 再增煤對不對 這是縣市大戰 我們今天也有台北市的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在這裡 侯友宜市長會怎麼說 你中火減了 我們北部增了 為什麼 因為全國供電需要 市長 副局長 台中市 你不能夠用一個台中市來看 台中市的供電在中部地區 中部地區有80%的時間是發電低於用電 我們南電也中送 我們北電也中送 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 台中市關起門來 用自己一個縣市的標準下去 侯友宜市長的壓力很大 韓國瑜市長的壓力也很大 然後他們就祭出一個 我們要停止北電中送 我們要停止南電中送 我們開始發電自供 自己供給自己的發電 台灣怎麼辦 台灣怎麼辦 趙偉是金門來的 金門怎麼辦 所以這是一個縣市大戰 我們認為不應如此 台中的副局長說明他願意說明 接下來 接下來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為什麼當各縣市標準 超越全國一致的標準 自訂更嚴標準的時候 各縣市如果照這樣下去的時候 我們真的沒辦法做 那我們來看 現在的台中市政府 能不能做下去 我也請 陳次長 我也請環保署 副署長我們都上來 我們來看一下 台中市的這個自治條例 唯一的法則是第七條 副署長如果要上來就上來 唯一的法則是第七條 第七條他說 他依據的是空污法的五十六條 跟五十八條下去處罰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空污法的五十六條罰什麼 空污法的五十六條罰 空污法三十三條二項跟六十七條二項 好 這兩條是罰什麼 三十三條是罰 固定污染源因突發事故大量排放 不是罰 不是罰 台中市政府這個是啊 不是啊 然後五十六條再罰 第六十七條 第六十七條是什麼 是不遵循主管機關依本法停工 不遵循主管機關依本法停工 主管機關是什麼 是環保署啊 空污法的主管機關是環保署啊 然後依法停工是依哪一條 五十八條 五十八條罰什麼 特殊性工業區 然後沒有設緩衝地帶 沒有設空氣品質監測設施 沒有按照紀錄申報 是罰這個啊 也不是罰台中市政府這一次 撤銷許可的事項 換句話說問題來了 台中市政府定了這個自治條例 然後加研這三條規定 然後他沒有罰則 他的罰則是回歸到空污法 第五十六條跟五十八條 而空污法五十六條跟五十八條 下去中火完全不違法 而且五十六條跟五十八條罰的 不是台中市政府的這三條 來你們說是不是這樣 市長 跟委員報告啊 我們基本上是依照我們是因為許可證 違反許可證 違反許可證嘛 那來環保署來 主管機關是環保署 來環保署來 違反許可證的話 他的許可證 違的是依空污法五十六跟五十八 那五十六跟五十八是罰這幾項嗎 跟委員報告一下 當時自治條例是用舊的空污法 所寫出來的自治條例 那自治條例本身是沒有罰則 但是他把這個處罰引到空污法 所以才會連結到這邊來 對嘛 所以依空污法就不違法嘛對不對 他那三項依空污法是沒有的嘛 那你依空污法你要用空污法哪一條罰他 來那個陳市長 現在這個法條叫過來看起來是不違法 那是不是調式換 那旧的法條是怎樣我就不了解 沒有啊 因為他就是五十六條跟五十八條啊 有沒有換 因為107年有沒有換 有換 來要不要給台中市的這個環保局 好來依哪一條罰 依現在的環保局 謝謝管理委你非常的清楚齁 是 沒關係你告訴我哪一條 第七條其實有罰嗎 有人在用石油膠有人在用生煤 還沒有經過許可嗎 還有人敢這樣子嗎 所以第七條是一個句話 我也沒有用第七條罰 好那你們的那幾百萬的那幾個 那幾個行政處分你們依哪一條 來來依哪一條罰 你們那三個行政處罰 你12月3號12月14號 你違反附地污染源液散污染物 空氣污染防治管制辦法 哪一條 依照這個辦法 那個管制辦法哪一條 這個就是我回到空污法裡面 這個立法當時非常的技巧 好來讓環保署 就是要弄進去 所以行政院才一直不能把他廢止 署長有違嗎 他是很技巧的立法 所以才會四年來他一直 行政院沒有去動這個說他廢止 你在挑戰空污法 這個當時是真的很技巧的力 那你要等空污法修啊 那你也要等他修法 那你也要等他修法 那個全台灣許可證都是要 你也要等他修法 到期之前就要先來展延 全國各縣市環保局都是這樣 另外一個中火減煤600萬噸 各位記得三個月前是中火 被我們罰到盆超標24倍 他不得不整場停止營運 或者減半營運來改善 所以那個 陳副局長講的就是個片面訊息 你12月罰的時候 是說我們超過1104 我到12月就是1104左右 1200萬噸左右 我後面一個月加了60幾萬噸 結果你說不是減600萬噸 是因為你罰了以後我們才減 你這樣子講話一點都不公平 你那邊都有資料 從今年1月份到11月份 台電減了多少深煤 你怎麼可以講說我們最後一個 才減到600萬噸呢 來 深煤自治條例寫的是 我沒有叫你回答 對不起 我沒有叫你回答 拜託啦你既然都請我來了 也請我 那主席給我一分鐘 他一直搶答好不好 繼續喔 請繼續 好來 深煤自治條例 大家寫得很清楚 是自公佈日期四年內 減少深煤使用量40% 但是你的許可證不是嗎 你的許可證不是嗎 來 只有M09 誤善寫成109年1月26號起 那不是誤善嘛 其他的9個證 他要10個機組 其他的9個證 完全照許可證 好來 副局長 副局長 所以這個白紙黑字 這個改變不了 這是事實喔 你認為你們現在的這個主張 台電做得到的話 副局長 106年12月15號 台中市政府發新聞稿 從109年開始 用1260萬噸做管制目標 事實就是這樣 主席我讓他講啊 你不要講這個許可證 你對外的公開請問長 這個次長 官員之間不能互相質疑 讓官員問 讓官員問 我請次長說明 你請他說 你可以說明 請說明 對啊 來 下面不要讓他講 讓他講 所以副局長今天太政治性了 106年的時候 沒有辦法很專業的談這個問題 是您在做副局長的時候發出來的 106年12月 台中市政府發的新聞稿 就是寫說 自109年起要達成 1260萬噸做管制目標 你說政寫錯 違反自治條例要新聞稿也錯 那問題是我們是 對台電來講 台電是一個事業單位 他是司法人 他還不是行政機關耶 你現在如果換成是別人 可以這樣子對待嗎 就因為他是台電 因為是經濟部主管 我們想盡辦法 去符合你要求的標準 你剛才講說結婚4年了 突然不算 那之前講的話通通不算 你為什麼不講 一個物善兩個字 就推翻所有的前面的招令系 改成這樣 來那個我們請陳次長 來陳次長 陳次長 曾經政府可以這樣嗎 我先說明一下 用物善 行政程序法101條 行政序法如果有物寫物善 或類詞的顯然錯誤 注意到顯然錯誤 要顯然錯誤 所以那個106年跟109年 而中間又隔了兩三年了 三年了 這樣才說也說是顯然錯誤 這個在華理上是有點說不過去 說不通好不好 好來 本席希望我們不是在吵架 而是希望讓全國人民知道 今天我們用縣市 反正割據一樣的態度 關起門來談發電 台灣承受不起 因為一個縣市這樣做的時候 其他的縣市就被你們以臨為禍 我們高雄怎麼辦 台北怎麼辦 難道是真的為了核電而這樣做嗎 第二 台電在中火 基於台中市民空污的需求之下 他們努力做到了減排54%了 他們也努力三年累計減到了將近600萬噸了 他們也即將達標 達到當初第一次所給許可證的目標 他們很努力 第三 民進黨是在擦屁股 當年國民黨要中火10個機組的時候 我們反對 國民黨長期沒有佈局綠電 民進黨執政開始佈局綠電要給我們時間 不能這樣子硬幹 然後導致縣市大戰 台電真的在改善 綠電真的加緊腳步在佈局 整個事件的真相其實是這樣 不要政治操作 今天我也要跟盧秀燕市長 我要跟你喊話 記得當年您提的法案嗎 您提的草案 空污法第28條 使用生煤 使用石油膠 應該如何制定相關規範 你的版本是中央主管機關的權責 你的版本明明白白的寫著 中央主管機關協同相關機關去制定 權責是在中央主管機關 你自己的版本就是這樣 今天你成為地方的首長了 今天的盧秀燕要打臉當年的盧秀燕嗎 最後我請全國人民想一件事情 發電可以這樣搞嗎 發電不是大家兄弟攜手 共同互相協力團結 有時候你就是用我的電耶 台中有時候就是用我們南部跟北部的電耶 中部地區常常80%的時間發電量 是低於用電量耶 你今天用台中市一個市 來這樣作戰 要我們怎麼辦 要台灣整體的發展怎麼辦 所以所需要中央全國一致性的事項 如果容許地方政府隨隨便便各縣市各制定自己的標準的時候 國家是沒辦法往前走的 好 謝謝管委員 接著我們請羅美玲羅委員 謝謝